两载 中式抬球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十个规则 规则一 开球进黑八 开球后把黑八打进怎么办 概率很小 但是有 可以选择把黑八拿出来放在智球点上 开球方继续击打 或者直接由开球方重开 规则二 连击 以前规则两颗球相贴 直接击打的话 犯规 现在规则两颗球相贴是可以直接击打的 不犯规 但是两颗球没有相贴 还有一点点缝隙 如果直接打出去 属于连击 犯规 规则三 跳球 中式抬球是允许跳球的 但是得看击球点在哪里 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 属于流氓跳 犯规 打在母球一半以上的位置跳球 不犯规 规则四 摆自由球 以前规则摆放自由球时 白球与目标球需要有一颗球以上的距离 现在规则摆放白球不需要有一颗球的距离 如果遇到贴裤球可以这么摆 规则五 白球吊带怎么办 分四种情况 开球吊白球属于犯规 给对手线后自由球 只能往上打 平时白球吊带属于犯规 给对手全场自由球 任意打 打黑八没进 但白球进了 不算输 给对手全场自由球 自由球 打黑八有进 同时白球也进了 直接算输 规则六 借球 我想借球 他不想借给我 但是我一定要借 犯规吗 只要白球先打到自己的球 就不犯规 规则七 刺杆规则 刺杆时 只有皮头接触的话 不算犯规 刺杆时 皮头和仙角碰到白球的话 就属于犯规 刺杆时 如果仙角碰到白球的话 就属于犯规 刺杆时 白球越过目标球 属于犯规 刺杆时 白球没有越过目标球 不犯规 规则九 爆带 现在中式台球比赛 全程可以不用爆带 黑八也不用爆带 运气球也算近 规则十 离开台面 白球禁止在台面以外的地方 算犯规 对手获得自由球 白球原本离开台面 但因外界因素 把球又弹回台面 白球属于离开台面 算犯规 肚子这么点出来干嘛 对手获得自由球 白球离开台面 然后又自然的回到台面上 不算犯规 下课 下课